好,我们继续上课了 三个节目呢,我们讲到这里呢 就是用测试的方法来做Structural Variation的检测 Structural Variation,包括高级重 Loss,就是区断的整个确实 这些是开放Gain,就是区断的处置 然后这个是Riversion 倒位 然后还有一个人体的一个部分 会插到另外一个部分上去 以及这个什么暴力和场地的这种固化呢 这样的问题 往上这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评论的问题 嗯,如果是 就是你去German里面就有这样的问题 希望这个暴力和场地的情况 是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 很严重的症状疾病 那,这种情况呢 暴力和场地的情况 是属于网易上的固化的问题 以前的话 我算你们现在是个固化的状况 在5-3-4的时候来做一个核心检查 如果是发现这个问题什么的 一般来讲 就是 嗯,会考虑到 就是有严重的症状疾病的可能性 那这样的话 通常来讲 就很可能会有这个症状疾病 那,现实状况 事实上是更常见的 呃,用力往西方 病都是在German 这个里面 而是在就是所谓的 Megmentation里面 也就是我们 癌症 相关的这个应用里面呢 就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癌症里面呢 研究里面呢 常常有个词叫做Copy Amper Variation 考评识病 烤贝数监力是什么意思 正常的人的基因 是长的 每个基因都是应该是两个烤贝 对不对 那么烤贝数一旦发生电影 也就是说这个机段 上面的机段 它很可能多了一会儿 或者少了一会儿 这个叫烤贝数监力 那么这种方法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计算出 你做了这个全金 或者全外线基础设计之后 计算每个金的瑞典密度 计算了密度之后 你就可以大概算出 这个核有平均数相比 大概算出 这个机能能够多或少 那么你就看来看一下 用这个 这是全外线基础测区的 同一个人的 I数值和正常基础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瑞典密度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核子 很显然这种男性 传染体 差不多每个铁是带着一个基因的 差不多在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看来XY 大概是一半 所以这是个男性 上面这个是同一个人的I数 我们可以看见 有的地方如果有的地方少 有的地方多 对吧 有的地方少 所以有的地方更少 它有的地方很多 我们上下对准一下 我们可以看它很明显的差别 然后九二人可以这里 I数值这里有横 就是这边有横面的上面 而你看 在正常组织里面并没有平均 九二人接着这个长笔 我们看在I数值里面是很少的 而在正常组织里面 它是在合乎一个这种设计之内 所以从这种 Grow data 上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I数值跟正常组织才有一个大部分 那么 设计之内在I数值里面 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 因为 肿油呢 它是有一个特性 就是精度的模型性 那么 我们要查CNB的话 究竟是用外星级测语 合适呢 还是用全金测语 合适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上面这个呢 是用九十六兆 不过世界盒 不过下来的 然后做了外星级测语 真实的测语 真实的测语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的例子呢 这个人是明星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清楚的 X 染色性 是与其他的染色性 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没有Y 染色性 所以这个样子是明星的 我们可以看见它是有一定的散户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 数据集的 大败的这个 啊 中卫 嗯 Coverage 这个测语深度过呢 差不多是这个120左右 这是测的很深的 但是测很深 并在CMV上面并不见得能够调到多少的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面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这个是我女孩的全金测语的 取了一半的数据的结果 取了一半的数据的结果 取了一半的数据的 数据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这个中卫的这个 呃 剩下的数据只有大概17层左右 但是 在Coverage 上面却呈现出更加一致的 这样的结果 对吧 这个 Variation 比较小 所以就像这种数据是比较容易去检查 Coverage Coverage 那么Coverage Coverage 有个很重要的一点 它为什么说用全金测来检测会有好很多 因为你在捕获的时候会有捕获的Bias 对不对 我们是用这个探针去结合 去捕获这些区乱 那么探针结合有的探针 有的区乱 这个东西是 依赖区列 有的区列比较容易不错 有的区列比较难不错 对不对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存在 因此 就会有一些基因容易被捕获下来 有的基因比较难被捕获下来 这就会造成 最后算rease密度以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Bias 对吧 有的基因会rease数会出了多一些 有的基因率数会出了少一些 当然如果我们从大片段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评论一下 但是 非常大的这种Bias 会感染往上我们的 这个 而全基因的测试则有很多 它没有这个 捕获了这个问题 所以它没有这个Bias 于是 它的这个Bias ratio 会小很多 即便它数量不足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测试深度 大概基因上面的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 7分低 8分低的样子 但是 它的这个 对CNB的 检测 是要很多的 事实上 因为CNB并不关心到每一个 剪辑上面 它有多少日子 就是 要微多多少日子上去 甚至 我们做CNB的时候 可以做 零点几层的这种覆盖 比如说 低通量的这种测试 就可以了 如果你自己看CNB的话 那么 那么 用YS主义测序 是不是就完全没有 就没有 试图呢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是的 这个是 呃 我前一段时间 8个男人教授 啊 做的这个 这个 做这个测试分析 然后 这个上面 它是 一共是 呃 一共是 4个 正常的 用的就是 全YS主义测序 但是呢 这种方式 呃 它在这种 这个实验里面 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就是 为了对照到 这个测试的BIOS 这九个样子 是同P测试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一P里面 5或9个 样子 这样的话呢 那些容易测试的 大家都是用测试 难测试的 大家都是难测试 于是 我用这个 正常的 我知道 这四个是正常的 就是 他们的 这个Card number 一定是正常的 所以我用这个数据 来自己 教训 教训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 相当好的一个效果 啊 就是 正常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呃 常染痕团体全都是 两个Card number 然后到了这个 性染痕团体 XY就是一个 啊 这些都是男性的 没有 好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 上面就是这五个 癌细胞的 啊 叫癌组织的 这个社区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不是全都是 啊 两个Card number 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两个Card number 到了 三号燃体这个 前面这一段 全都是一个Card number 好 然后我们再 看到了这个 这个六号燃体的 短臂 呃 就是长臂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诶 三个Card number 到九号燃体的 电厂化 这个好多啊 七个Card number 甚至是报表版 有一个Card number 啊 整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五个 呃 癌细 Card number 非常多的 并且呢 是各式各样的 啊 啊 这个是比较低腰癌的 这个技术 其他癌细胞 其实也蛮多的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并不应有 普遍的 一个 啊 一个 啊 说明 不同的 这个癌细 但是它里面的Card number variation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 往往 意味着 它是一个 刹刹癌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的 这个 Card number variation 会大的一个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看这个外面 用这些 用这些 都是男性的 用 我们看外面 这个地方外面 还是有的 这个地方也有的 到了这儿 完整的 几个都没了 它可以整个人 整个丢失 所以我们 通过测区 是很容易可以搞的 这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全基础测区 测出来的 没有经过任何校正的 数据 所以我们看这个 就 尤其下面这两个 经常人的 它就是 数据完整的 这个叫做 就已经是 非常棒了 那这两个呢 就是做了全基础的 就是这几点了 就是从公司里 拿了两个人的数据 出来 但是如果说大家 现在有人 报名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 嗯 新竹的这个 DIY测序的话 我们也可以拿到 这样的结果了 这两个 这这 就拿来什么 这个结果了 好 那么对于上面 这三个 上面三个 A59 H129 这两个 都是肺癌细胞性 是 间气的 从病人身上出来 然后 做间气的操作 就可以 建成一个细胞性 然后 可以不断的增肢 不断的培养 在全世界都可以用同样的 这么一个细胞性 就像 黑暗细胞性一样 今天有很多的细胞性 这两个都是肺癌细胞性 A59 相对 没什么恶性 第二个 极度恶性的 然后 H1 A1细胞性 是一个 也是间隙的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 相对正常的一个细胞性 相对正常的一个细胞性 就我们经常会把它 在研究里面 作为正常的对照 来用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A59 H129 里面的CMD 和状态 哇 尤其是 129 你看它断成什么样子 断成什么样子 越是恶性的 肿瘤 它的CMD 越厚 你看这个 这断成非常非常平和的 这个样子 但是 我们看见 间隙的 这个 所谓的正常细胞 其实它也不是太正常 嗯 这些 应该是有 有一部分同学 是学过这个细胞 称呼学的 应该知道 要间隙 间隙呢 它使得一个 使得细胞有种生化 但是 做这个 操作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 往往都会 有副动 那就是 会间接到 这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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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即便是正常细胞 它也会在一些地方 出现很明显的次元 也就是说 这个细胞 它 啊 不止 所以追求永生 是 这个 这个 不是一个脑板 嗯 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图做起来很难 这些图呢 都是来源于 这个 今年上海呢 我们实验室 一个 做个毕业论文的 在毕业论文中的 几个人的小图 做这些东西 现在都是一些 常规操作 大家开始 去学会的 那 那么 CNB 究竟对 疾病 有多少个关联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是 一篇 Nature 它分析了 这个 呃 很多病人的 来自病人的 这个CNB的状况 反显在其中有些人 他这个影片 发生的发展机上面 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在 在基因组上面的 CNB 能够反映到 FR 能够反映到 能够落实到 大概 至少就更少了 那 据统计呢 大概 只有 12的CNB 可能落实到 大概 所以来讲 CNB 我们看 它 作为一个结果 它有病毒功能 并不一定能够 对疾病有更多的影响 所以说 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不要首先 就拿这个CNB 开到 除非你有 其他的一些 其实 其实呢 确实CNB 会在这个 要研究的经历 有些 有些 有些重要多数 那么 那么 怎么样通过 测序来 来找这个 这个 这个 刚才CNB 那么 我们怎么要去找 两个感受器 比如说 驱断的 复制啊 导位啊 议会啊 等等 像这样的一种 我们可以 利用一个双方的测序 比方说 A蓝体和B蓝体 在某个地方 接起来 本来不应该接起来 对吧 那么 我们把这个 这个东西打断了 然后打断了 然后测序 就会出现很多例子 对不对 那么 既然是双方的测序 的话 从左边 右边 如果是出现这种 融合的测序 那么 我肯定应该能够 有机会找到这种 律序 对不对 就是左边 是在A蓝体上 右边是在B蓝体上 然后做Making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它比对 这很好清楚的话 我们会发现 大部分的律序 要么两边都在A蓝体上 要么两边都在D蓝体上 可是有 有少数的律序 就是一边能够在A蓝体上 一边在D蓝体上 如果发现这种状况 一个两个的律序 是吧 可能都不差 但是要说了的话 就意味着 这个阶列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 在这时候我做了分析 在真实的肺癌病人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每个点 每个这个亮点 每个这个亮点 就是一个 人和的律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病人在2号的律序 和 9号的律序 11号的律序 有个节点 然后这个是 10 14号的律序 和 22 有 有 有 SB的部分 也是可以 轻松的做到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来看看 其他一个方面的这个应用啊 我们都知道 就是 呃 这几年呢 对于冤假错案的 啊 这个报道 挺多的 啊 呃 有的时候说 你没杀人 结果 这个警察非常离杀人了 然后去大城市 之后把你墙壁了 然后发 然后十几年 之后发现真凶 露出水面 发现 谁杀错人了 这事 这种事情呢 这几年 报道 好几起 典型的案件 很悲剧的 可是呢 有的时候也没办法 因为 杀人 杀人的这种案件啊 一般来讲 杀人犯 都会隐藏得很好 甚至会嫁妇于人 对不对 叫 逃 逃避追捕 那么 刑侦手呢 如果跟不上的话 就 往往 会造成 很大的 冤架 什么 那么 怎么样 来取得一个 就是 物证 就成为法医 物证学上 一个非常 重要的 一个问题了 就是 在侦查的时候 所以现在对于命案来讲 公安部是有规定的 不能只靠 这个人证 来定案 一定要有物证 如果没有物证 这就 给我们打击 犯罪 大概 新的 可以 那是像这样的 冤演错案 我们就怎么办 那 在很多的案件里面 是不是能够留下 犯罪嫌疑人的 一些 这样的一些 物证 比方说是 强奸案 是吧 你会有侵犯之类的 物证 在一些 杀人案的现场 就是犯罪嫌疑人的 毛发 血液 就是他自己很割伤自己 一点点 可能会留在现场 但是 往往像这样的 恶性 行事案件的现场 都是极度遭到破坏 那么 怎么样从这样 残留下来的 一点点痕迹里面 去找到 这个 最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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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像现在 法医 上面去检验DNA 可以检验个人 没有人 那 他的 原理 一般来 就是这个 目前 用的比较多的是SGR 就是短串链重库序 短串链重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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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这个 木道遗传特性的 比方说 你 你从你爸爸那里 遗传了一个 这个 这个等位性 它是12次重库 然后 你从你妈妈那里 遗传一个 是这个 13次重库 然后呢 你就有这两个等位精 了 这两个等位精 那么如果你 你是大人 你又在现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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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出 12次重库 13次重库 那 这个就可以被你队上 当然 为了避免预展出 这个 警察也不会进行 根据一对 SGR 这个结果 我还看你 你把那里讲 作为行政来讲 一般是要保证13队 到16队 16队 就可以把所有 全世界的人 全都可以分出来 那可能 通往传播开水面 也没有太大 不办法了吧 那么 这是 SGR 是 所谓第二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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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SGR 往往一个 SGR基因做 则三四百 在BP 长着七八百匹 这是对DNA的完整性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那对于那些 在野外 已经埋藏了 比较长时间的 这个 所谓的 无头尸体啊 什么的 这些 很可能就 不能做到有效 去提出到 这么完整的片段 这个时候 第三代 身份鉴定的方案 也就是基于SMP的 这个方案 就逐渐的 成为了法衣上的 一个重要的力气 虽然现在还没有 大多数的使用 但是 它现在已经能够 显现出一些威力来 那么 这是 一零年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法衣的 一个规范性 已经推荐了 有很多的这个 可以用于身份识别的 这个SMP 大概有四十几个 SMP 如果能跟你对上的话 就可以把全世界的 这个任何一个人分出来 甚至 分别红暖双胞胎 红暖双胞胎 它可能有一些地方 也有些微的差异 比方说在县力里面 这个我们看到 这是红暖双胞胎 建议的测试结果 在很深度的测试之下 我们看到一个人 这一位权费 另外一个人 出现了一些 很少的这种特别 然后依赖社区也是能够得到验证 所以说 像这样的一些基础 能够给法医行政 非常大的 那么 近年来 这个预标性的一个 是我们做的 大家可能看过 就是 2015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 这个圆灵军的 尼海的全新的策定 这是2015年的时候 湖南卫视和黄红卫视 专门做的这个 纪录片 专门终记 然后呢 16年 1月2号 广东电台 全能讨论 就进行了专访 那么 这个是中国缅电 远灵军尼海 是 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呢 是 大家知道了 在二战的时候 当时是国民党 国民党 这个国军呢 派了十万的 呃 士兵 去缅甸 去抗日 他们用 呃 高达百分九十的 这个西雄鱼 来 来 保住了中国 通往 外西方的 最后 一个出口 就是电面公路 很多的这个 国际的援助 就是从电铺 进来的 所以他为 中国的抗战 胜利 这个 这个立下了 国民党 国民党 那绝大部分的员 整军的将士 都没有够回来 有部分 只有少部分回来了 不到 不到有二人回来了 那有少部分呢 也是定居在当地 那在 那在 第五年的时候 深圳市 隆越资产基金会 发起了一个 工具项目 叫做老兵特加 就是把这样的一些 烈士的衣服 当时就在 战斗上面 战死 这些 远曾军的遗憾 发掘出来 然后把他们 运回来 让他们 能够 把这个 魂归故隶 那么 如何去鉴定 这些人的身份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 国内的人 听说这个事物之后 就纷纷地 跑过来说 哎我们家里的 走向 成军是远程军 然后 现在当然是 早就没有阴性了 不指望大家活着 但是我只希望说 很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那 这个 如何去鉴定 这样的 这个遗憾呢 大家不要觉得 哎 看到 呃 有些新闻上说 哎 潮潮木里面 都可以去提取到DNA 都可以通过STR 有些湾线地上STR 去追踪 这个 潮氏家族的一个族 啊 怎么怎么样 那一楼是什么 那一楼是保存在 相当好条件里面的 就是那些 保存在 温奈 木屑里面的 干燥 低温 所以这样的地方 可以保存 几千年 上万年都还有 都还有比较好分 这个 包括这个尼安德特人啊 这个 古人 这个几十万年前 因为他是生活在 这个亚恒带地区 所以他的这个 DNA 有个相当王者 那在这个 那在这个 永共图层呢 像俄罗斯 西伯利亚的 永共图层 那个零下 零下几十度的 那种环境里面 埋藏那些 蒙马下的那些 什么东西呢 有上一股 估计啊 这个也能 我们也能把他的 全精度给平坤 但是 对于这些 在死在热的 雨林地区的 这些 尸体 他们的DNA 会遭受到 非常严重的作用 因为高温高速 还有各种 动植物 维修物的 这个侵蚀 过了七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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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DNA 会太少去降见 那么在美国 是做过 做过实验的 美军 越战是 正往之后 二十四年 去提取他的DNA 想用SDR的方法 去鉴定 已经没有办法了 也就是说 这个DNA已经断到了 二十四年 在热带地区 就会断到 一百BPM以下 已经没办法 应该是这样的 而 我们要处理的是 在热带地区 乱葬 七十三年的 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当时 发掘现场的 还有一个 发掘现场的 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后人 在上面 就做一个垃圾 可能这个上面 是堆了一层一层的垃圾 那么这些垃圾 会 这个 里面这些化学的东西 会流下去 会渗入这个组织 对下面的这个埋藏 这些埋藏 这些埋藏 有更多的破坏 然后后人的多灵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院子 这是一座小学 后人的多灵 这下面就埋藏了 好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以前原创中的一个墓园 这个墓园 所以下面埋藏很多 那么 后人的DNA 显然更加完整 会附杂在这些 埋藏的人 如果去区分哪些是 这个 呃 原创中自己的DNA 哪些是后人的DNA 也是这个 当然 具体怎么做 好复杂 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 可以可以来交流 但是 我们这里就是简单的 说了一下 我们说一下 我们反正最后 经过非常坚困的 我们终于成功了 不仅仅是找到一些S&P 我们是甚至是把它的全机 全部测 全部测过来 当然是自己继续的时候去测 我们这次 花了大概 花了有二十万 去测同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基因组的触碍度 这每个点 就是一个编码基因 从头到尾 基本上都有覆盖 而且呢 这个注释组 基因组组的触碍度 拿到了三十亿层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完全的 恢复不出 这个人的 生前的所有的 这个经济系 基本上都可以恢复出来 包括他可能会得出什么疾病 他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以后 可能通过大叔叔 我们可以 通过一个人的基因组 大致推断 他的长相 这都是可能的 当然 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情 去追溯一下 他的这个 组员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河南人 还是山东人 还是江西人 这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做的 嗯 那 那好了 这个法医上的应用呢 我们暂时搞一段话 下面可能还会讲一点点的 那么 除了这个标准的DNA以外 在增壳生物里面 其实不光增壳 也有 但是增壳生物里面 应用也要多一点 就是 DNA 它不仅仅是有去年的产物 它还有假计化的产物 它还有假计化的产物 就是 你可以不改变DNA的产物 但是 你 改变它的假计化 同样能够 这个 这个 调控一些基因的 表达 比方说 高假计化的区段 它会使得在 这样子 材料在上面 关闭 这个基因的 转路 这是表达引力的 调控 跟很多疾病的事情 有关系 那么 怎么样去找这个 因为 假计化的未来 目前来讲的话 比较先进的方法 就是 中央硫肺炎的社区 通过中央硫肺炎的处理 如果 这个C DNA在这种时候里面 DNA假计化 一般就发生在C 这种方面 假计化的C 经过中央硫肺炎处理 之后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如果没有在这种 C 经过中央硫肺炎处理 会变得 比如 U 这个 U 测去之后 会变成 会反映为一个T 所以如果 我们这个体肺炎处理 足够硫肺炎处理 我们去不知道 这个C到T的这个 这样的特别 就能够去反映出 实际上 它这个地方 是一个没有假计化的问题 那反过来 就假计化了 就是 这个DNA的 假计化的一个 特别 用特别的办法 当然这个 一般来看成本很高 而且分析是很 很困难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就是在 融机部分 我们现在炒得比较热的 就是 这个 微生物的共群的 这个设定 对吧 而且 微生物应该经常会通到一些新闻 说 实际上 是不是这么疾病 跟这个 你的这个 说 debr find 那个 Constable 实际上 这是我 肠里面的 这个 这个 什么 不太 一样 azt cz 哎 我喝两 水核能长肉 就是我一个 说 这个 这个 fora 然后这个病人体内去让他就替换了他这个这个体内的这个卫生物 就俗称吃起来还要化 真的是现在就是过外一个公司 他会把那个粪便真的是那个新鲜的粪便给封装到那个呃 这个胶囊里面去领床吃下去了 那可以保护这个这个胶囊是只有在大厂里面才会冲击 就是前面他们会觉得不会有任何变化 ok 想想是不是口味没有入口 但是你是不是想到还吃下吃了吃了这一坨钱 你以后就能做胡适害三二无边旁 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点新鲜的 主要这个这种事儿女生本来都特别严重 刚才是教育的都幸福了 嗯 不错 嗯 除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严调 以外 其实他还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啊 大家知道这个 肠道微松 如果这个这个这个微松太失望了 那就非常 那非常可怕了 你一天到晚吐泻 然后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疾病 都是这样的 甚至有一个人呐 有有一个人呃 就是在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个人看我的前来演讲的时候 他主他怎么跑过来找我 然后要 让我帮忙 他是什么 他说 他说他 他说他还换了艾滋病 可是到所有的地方去检查都没有 这个插出 有艾滋病的这个 就是这种抗体都插不出来 不然怎么回事儿 然后就经常 他就对着那些艾滋病的那个症状啊 什么会腹泻 会是低烧 或者是能撒死 自然大的 他说拳动的队上 这个怎么能弄啊 拳动也没办法给你弄 但是你腹泻 我们也没办法给你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于是呢 可能就给他们把他封面做了个16S的这个特别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用我们怎么去测这个 微生的种群 就是16S 这是最最方便测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知道 RMH 它是不同的军事物一样 你知道可以分到群 甚至是可以遇到种群 但是种群下 你基本上下去了 就分不出来了 这个要注意 就是S 只能到处 或最多到处 但是种一下 就是压处 这个级别 它是分辨不了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人的分辨和正常人的分辨 差不多一样的 结果后来 一测的时候我往下一趟 我们就根本不 就因为 以前测过一些自常人的分辨了 就是大概有些什么 什么样的 有大伤感冰吧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的大伤感冰 我们每个人的大伤感冰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 而且很多 结果这人的分辨几乎是不害怕的 就是我们 我一达到这个结果之后 我下了一趟 我还以为 哎 是不是做错了 后来反复合适 后来反复合适 要是反复没有合适 真正的分辨 所以有些怪兵 还真的有这个有关的 你还可以说 包括现在都发现 你抑郁症 都于这个有关 你是不是成天这么多 然后 然后你就找一个人 才特别开心的那种人 你把他想吃一口 哈哈哈 这个不开玩笑啊 真的真的 这个人现在国外真的有人在做这个方面的演员 就是 余生的这个 余生 包括国内也有 没有人在做 这个 这个 口味重点 重点呢 是 还有口味更好吗 这能 能这个 能治病 是吧 怎么能治病 是比较小 那么 直接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测序的方案是什么 16S RNA上面 有九个特别区域 有九个高特别区域 也就是 呃不同的细菌 它的16S 就得主要是正九个区域是 可变的 然后这个 浅蓝色的地方呢 是高度保守区的 所以 我是可以用一些隐屋 把这些可变区给 啊 批出来的 变速器中变异度最高的是B3 然后其实是B4B5B6 啊 这些都是比较 就是这个高变异区里面 变异度最厉害 所以它的区分度是最高的 所以呢 仅凭B3 就已经可以区分到 7000多种的维生物 如果是B3 B4 或者B3加B6 这样有一些组合的话 就可以区分出几十万的 不同的细菌来 那么 那么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是很轻易的 这是 这是一个人的 唾液 就是口腔的 为什么呢 就是 合力的活水 然后看这个活水 有多大股细菌呢 我们看看 这么多 这都是到属 到属的这个级别 甚至来讲 在你床上面 我们就可以了 你要是感染 就是我老婆怎么救过来的 但是 但是最后我没有用测去 最后我没有上测 但是 当时已经把测去的所有东西都明白了 就是 因为位置感染了 判断是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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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就培养不出来了 我直接批了之后 我就去上测表 然后 就算是 它在你的批表 微酬入面 值得非常好有用 它有这个统子的东西 这个例子是 出发的 螺族结构很厉害的 一个视频 哪怕它值得非常非常轻的部分 我也可以把它测出来 因为我read数字 我可以上几百万多的日子 对吧 所以用这种方法 我们会非常好去研究这个卫生的组织 这个里面有一个应用 出难建定 出难建定 这个咱们在讲科学嘛 口味重点是正常的 出难怎么建定呢 严肃也好 因为你在性行为的时候 你会有接触 那么鱼性阴道里面的 我们知道pH值是三年纪 能在那个里面活的细菌 那都不是一般的细菌 对不对 我们普通的体表和细菌 和我们这个肠道里的细菌 是很不一样 所以说有性交道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接触 接触的时候会会改变这个 阴晶冠状沟里面的这个 这个细菌的种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16S的测序 我们就可以看见 比方说热量类这个细菌 在这个处难和非处难里面 是有着显著的差异 是有着显著的差异 甚至可以 这个 甚至可以 可以发现这个性交的存在 是这个营造性交 还是当教都可以参考 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的 不要生确实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 这个东西 在法医上还真的会有很重要的用途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想看你 那么这个技术确实可以使得 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够好 更加安全 对吧 以后呢 如果说抓长家 抓 女生 男生 抓人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我去验一个 大医师不难证明 对吧 对吧 我要说一句 处男可以验你 处女也有 也有验你方法 为啥 为啥 你不那么感兴趣呢 当然这个东西 由于可能社会影响力会太大 所以我们这个一二年就做出来 但是我们此前前后 这是处理人格网络 就是 不会对外公主 甚至可以 可以检测到 你有几个 你曾经有几个喜欢 你通知是谁 是可以检测到的 所以这个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说 你的历史没有人知道 好 好 我给你讲 休息一下 好 好 然后我继续那个 DIY 进入车区 继续帮我们拿来 可以向我报名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打电话 这边帮我们拿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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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好 都位 都位 好的 都位 好 好 可以 好 我